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你们要为你们的家庭负责 第一 因为上帝的应许是赐给我和我一家的 如果今天你是在基督里面 不管你的家遇到这样糟糕的事情 你的孩子怎么误入歧途 你的家有病痛的 经济有困难 不管你们这样的朝来朝去这些 这样的光景 甚至面对杀生之祸像雅各这样 只要有一个人他清醒起来 只要有一个清醒起来 就够了 各位 你们注意听这句话 神又没有离开雅各 这个雅各他留在世界 孩子们全部都拜偶像 他的孩子变成这样的残暴 就是拿刀出来 这个世界里面几十个人全部杀掉 对不对 这样的家庭 他的大儿子后来跟他的妾子这样睡觉 就这个这么糟糕的 但是他们是认识神的家庭 这是上帝的强调 对不对 认识神的家庭能够到这个地步 这个地步 但是上帝有没有仍然与他们同在 你怎么知道有 你怎么知道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 因为上帝跟他说话 对不对 上帝说起来 对不对 起来 不要再留在你这样的光景 痛苦里面 哀恨绝望 没有用 上帝爱的家庭 上帝一定会出声音的 一定会发声的 上帝不会只有让你们自取灭亡 对不对 自甘多罗 不会的 上帝的声音会来 但是很重要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 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负责任的 够了 我明白了 上帝原来没有离开我们 上帝是怜悯我们的 所以他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 跟所有的孩子 雅各是很弱的 他这个人是不敢得罪孩子的 孩子就很凶暴 甚至跟他的妾子睡觉 他也是放在心里面 这样的 懦弱的爸爸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一个懦弱的男人 但是在这个家庭要面对灭族的时候 他听到神的声音 然后他跟孩子们说 够了 你们起来 所以一个人转向耶和华上帝 一个人 我这样说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悲剧 很多基督徒家庭的悲剧是什么吗 你真的好好看 整个家庭的运作 这个家一发生问题 每一个人情绪 每一个人责怪彼此 每一个人的口里面都是刀 都是利 然后都是讲 都是你 然后呢 妈妈跟孩子 孩子也情绪 妈妈也情绪 爸爸就 好好好 不要吵架就好 不要吵架就好 家庭平安 万事如意就好 怕死 对不对 整个家庭里面 其实都是被情绪来使唤 你们了解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家庭 上帝在哪里 原则在哪里 所以当时家庭 有时候很多的事情会吵 为钱来吵 为什么来吵 对不对 夫妇为孩子的前景 还是什么东西吵 去哪一个教会来吵 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一个权柄人物出来 没有上帝的声音出来 够了 我们的家庭 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情 然后叫这个恶者 放在人的心里面的恶念 消散 这个家十年二十年 每次一有问题就吵 一有问题就责怪 慢慢你就会发现 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冷酷 无情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些家庭是 你们会感觉到的 爱是爱 对不对 一讲话就是香 兄弟姐妹之间 其实都是对比成自私的 然后已经冷了 心已经冷 很冷酷 very harsh 很 cold 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慢慢变成什么 这个家 什么都是讲 讲利益的 讲 私利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家庭 讲钱的 跟他借 没有借我 就生气了 就不用讲 然后那种要求 在这个家庭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每一个家都有 每一个家的问题 但是 但这个家 当遇到这样的患难的时候 没有神的声音出现 没有一个人 即使长出来 我们信靠神所讲的 然后我们这样做 我们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责怪人了 不要再想嘛 神说什么 然后一家之主 立定原则 要跟从神 没有这个的话 这个家很多的担忧担忧 然后吵架 然后责怪 要求 久了之后 二十年 不用说十年 二十年 你们看 家庭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跟你们讲 你们自己去感觉 我现在讲的话 我们是看很多家庭 所以每个家庭的问题 深浅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一个家庭 他们是不愿意爱彼此的 但是已经受到 长久的冲击 然后重要是什么 这个冲击里面 没有神的话 神仍然应许 祂所建立的家庭 对不对 你们记住这句话 绝对记住 一个人蒙恩 如果你做妻子的 丈夫不跟随上帝 你跟随上帝 你不要想 他是头 我跟随上帝 我知道什么是好的 我祷告 我清楚 我为我的孩子 这样祷告 这样教导他们 上帝会成就这一切 你们了解吗 需要一个雅各 这个雅各 上帝没有离开 上帝不会一个人转向他 他没有救了 你的家没救了 没有可能这样的 我在圣经里面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的家都是很软弱的 对不对 但是还是 上帝是这样做 每一次我想到这个 我心里面 有一股力量 主啊 只要我什么时候愿意靠你 什么时候 这个家庭的环境 是会回转的 阿们 所以人 上帝只要人的一个心 对不对